戈林多后书第十一章 但愿你们宽容我这一点欲望 其实你们原是宽容我的 我为你们起的愤恨 原是神那样的愤恨 因为我曾把你们许配一个丈夫 要把你们如同贞洁的童女献给基督 我只怕你们的心或偏于邪 失去那向基督所存唇衣清洁的心 就像蛇用诡诈诱惑了夏娃一样 假如有人来另传一个耶稣 不是我们所传过的 或者你们另守一个灵 不是你们所受过的 或者另得一个福音 不是你们所得过的 你们容让他也就罢了 但我想我一点不在那些最大的使徒以下 我的言语虽然粗俗 我的知识却不粗俗 这是我们在凡事上 向你们众人显明出来的 我因为白白传神的福音给你们 就自居卑微 叫你们高升 这算是我犯罪吗 我亏负了别的教会 向他们取了公价来给你们效力 我在你们那里缺乏的时候 并没有累着你们一个人 因我所缺乏的 那从马其顿来的弟兄们都补足了 我向来凡事谨守 后来也必经守 总不至于累着你们 既有基督的诚实在我里面 就无人能在亚干亚一带地方阻挡我这自夸 为什么呢 是因为我不爱你们吗 这由神知道 我现在所做的 后来还要做 为要断绝那些寻机会人的机会 使他们在所夸的世上 也不过与我们一样 那等人是假使徒 行事诡诈 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 这也不足为怪 因为连撒旦也装作光明的天使 所以 他的差异 若装作仁义的差异 也不算稀奇 他们的结局 必然照着他们的行为 我再说 人不可把我看作愚望的 纵然如此 也要把我当作愚望人接纳 叫我可以略略自夸 我说的话不是奉主命说的 乃是向愚望人放胆自夸 既有好些人凭着血气自夸 我也要自夸了 你们既是精明人 就能甘心忍耐愚望人 假若有人抢你们做奴仆 或侵吻你们 或掳掠你们 或捂漫你们 或打你们的脸 你们都能忍耐他 我说这话是羞辱自己 好像我们从前是软弱的 然而 人在和事上勇敢 我说句愚望话 我也勇敢 他们是西伯来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以色列人吗 我也是 他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吗 我也是 他们是基督的仆人吗 我说句狂话 我更是 我比他们多受劳苦 多下监牢 受鞭打是过重的 冒死是屡次有的 被犹太人颠打五次 每次四十 减去一下 被棍打了三次 被石头打了一次 遇着船坏三次 一昼一夜在深海里 又屡次行远路 遭江河的危险 盗贼的危险 同族的危险 外邦人的危险 城里的危险 旷野的危险 海中的危险 假弟兄的危险 受劳碌 受困苦 多次不得睡 又饥又渴 多次不得食 受寒冷 赤身露体 除了这外面的事 还有为众教会挂心的事 天天压在我身上 有谁软弱 我不软弱呢 有谁跌倒 我不焦急呢 我若必须自夸 就夸那关乎我软弱的事便了 那永远可称颂之主 耶稣的父神 知道我不说谎 在大马士革 亚里达王手下的提督 把守大马士革城 要捉拿我 我就从窗户中 在筐子里 从城墙上被人坠下去 脱离了他的手 十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远 展订阅 转发 打赏远 打赏远 补诚